這樣動畫我不會做太多 因為它本來就在動了 如果你又做太多動畫就會有點太 感覺起來視覺上會比較亂喔 那您先看一下 先預覽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 是不是一進來就全部都看到 對不對 那如果您希望說 它有一個順序性的進來 您可以從上面這邊 這裡 是不是有個叫動畫 這裡 選單上面有個叫動畫 您就把它按一下吧 這個時候呢 您會進到它的動畫的模組 動畫的模組 那我這個先退出 您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有沒有 這有動畫 您就看一下 哪一個您想要做動畫的 比如說我中間這一個 我就來這邊新增 右上角有沒有新增動畫 先選到你要做的物件 對哪一講都是一種物件 你把它按下新增動畫 這個 這個你可能就有點熟悉了 因為跟泡沫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可是它有比較多一點 你進來的 一個是出去的有沒有 然後呢 你可以強調的就是 它一直會在做的 一直在動的 一個是簡報進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路徑進來的時候 一個是路徑離開的時候 另外一個就是它一直在動的 還有一個呢 如果你要做所謂的 我要沿著某一個路線走的 那這叫做路徑的動畫 好 我們就先看那個進入的效果 你看你滑鼠滑過去有沒有 滑鼠滑過去 它就告訴你 你有什麼樣的動畫效果 是馬上就預覽了 這個地方 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 它就是以你的那個 像這樣 滑過去你就可以看到 假設我要這個 我就把它點一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啦 你不覺得這看起來很熟悉嗎 這裡啊 有沒有 跟泡沫一樣啊 進來要同時做 還是要點了之後才做 那這個就看各位啦 好 所以假設我就 跟前面的一起 那這個時候你就退出 做好了退出 我預覽一下 有沒有這樣一個動畫就進來了 Focus在這邊 再看一下 來 預覽 這一個 字的動畫是不是進來了 那 那些人啊 那些也都一樣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 假設呢 你希望它不斷的 強調這個重點的話 當然你就要用什麼 它有一個 一樣喔 來這邊點到 它 新增動畫 這時候你用強調 強調就是它會不斷的怎麼樣 不斷的做 好不斷的做 所以 你在這裡 你看看哪一個是你覺得 比較OK的 這裡有沒有 這樣 還是這個棒式的 然後呢 邊框的 假設你要吊吊一下的 我就點它 好這個我就點下去才做 我就來一樣退出 做好了你就退出 來看一下 好這個進來了 我按一下 有沒有它再動一下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部分 動畫 不難 它裡面的 基本效果 其實都有 其實都有 那這個部分 就讓各位 稍微自行 測試一下 如果 你的動畫 不需要了 你就從這邊 垃圾桶 把它刪掉就好 有沒有 旁邊這裡有個垃圾桶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當然你也可以進來這邊 來繼續編輯 看你的效果 你要把它改成哪一個 所以這樣不會太難對不對 對了 補充一下下 剛剛忘記一件事情 在這裡啊 你在看這個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 它的旁邊 這個 像在這邊 這個好像沒有 我記得有的旁邊 會有看到 就是 你如果 那個 它這個 旁邊 會有那個號碼 如果你的 簡報範本有號碼 就表示它的這個什麼 播放的順序 就是那個路径的順序 不是 對 就是那個路径 路径的順序 路径的順序 這樣 OK 所以動畫不難 對不對